作为一个榜样做给大家看 老板亲手下手去做的时候 大家更卖力 他们也不敢偷懒 他们叫的食物都是招牌咖喱鸡饭很大份 另外一个叫也是沙拉 试看看大家用长桌子一起 share table 一起吃饭 可能我的饮食业就可能就这样开始了 爸爸生的老板呢 我们有Zack Zack 你好 你好 我是爸爸生的Zack 大家好 你的前后人生在经营餐饮业之后 其实又有一个怎么样的改变 我们先请Zack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完全没有经验的 以前是做企业的活动 在我们这边都是请小朋友 都是本地人 设为一个榜样做给大家看 老板亲手下手去做的时候 大家更卖力 他们也不敢偷懒 然后效率反而更好 开了这个爸爸生的时候 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最挑战是什么 一定有很多很自己不会的东西吧 一开始他出那个舒适圈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吃饭我一开始以为很简单 煮饭而已啊 可是随着一踏路这个饮食店 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你要去考虑 卫生啊 成本啊 资金啊 其实很累耶 不容易哦 这是一个不归路 完全是不归路 大家做出一个是 你一下去了就回不了头了 你设计你的这个餐厅的这个概念 当初为什么会有 现在爸爸上的这一个概念 朋友那个Jimmy 从事了14年的饮食业 我就跟他说 我想开店的一个想法 他就说好 那大家出来聊 好我们就开一间店了 一个机会我们找到一个地方 他要一个cafe他要顶让出来 而且在一个50千里内 很简单啊 位置有限 所以就用很多长桌子 就像食堂这样 试看看 那大家用长桌子 一起share table 一起吃饭 可能我的饮食业就可能就正常开始了 那你这个长桌概念哦 有没有你知道的故事里面哦 可能撮合了情侣啦 结识了新朋友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的 有啊 有有有 就好几个他们还交换食物耶 他跟不认识朋友坐在一起吃饭 就两组完全不认识的客人 一个坐在这边 一个坐在对面 他们叫的食物都是那个招牌咖喱鸡饭很大份 另外一个叫一个是沙拉 两个对抗哦 食物送上来都从个时间上去 他就吓到 怎么这么大份哦 眼神对话了一下 他说可不可以交换一下食物 他就说哎呦 我想吃你的那个炸鸡耶 我想吃你的沙拉哦 还有常常约在一起吃 来过来吃饭 为什么你可以 你们可以那么大胆 甚至在这个时间点还要开分啊 他其实是 那对夫妻是我们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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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有意想要晋升 所谓的F&B Business 餐饮业的朋友 你觉得有什么话 想对他们说 是可以尝试的 因为它的starting capital 不需要很大 你不需要一个实体店 那你用很少的资金 去一个共用的一个厨房 你就能创业了 餐饮业是一个不回路 你一投下去 你是跳不出来了 除非你真的想要放弃 所有的一切 那个你会不舍得 因为辛苦了这么久 这么一段时间 自己的成绩 你肯定要保留下来 谢谢 谢谢Zai Thank you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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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FM 听好音乐 过好生活